最近网上关于大学生周末特种兵旅游的系列视频特别火 这类视频的特点就是 在短时间内玩遍某个地方的著名景点 以及吃遍某个地方的美食 但老实说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太过紧凑了 不太适合我们这种漫游的人 如果你只来昆明停留一天 你会怎么玩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早上七八点来到昆明的滇池湖畔 带上一些蛋糕和面包 体验外海鸥的快乐 昆明的天气晴朗的不像画 在阳光的照耀下 滇池的水面波光淋淋 洪水鸥在水面上盘旋 把手机找好角度 打开摄像头 拿出面包举在空中 就会有海鸥从空中叼走你手中的面包 我想这样纯粹的快乐 能够让你一天都过得很愉悦 另外你还可以得到一张特别有意思的照片 喂完海鸥之后 你可以沿着海耿大坝的方向 一直往北走 一路上都是柳树 柳条随风飘扬 轻轻的拨动着你的心弦 让你的心变得痒痒的 滇池湖畔边上就是西山 如果预算充足 你可以选择坐游轮去游览滇池 近距离地观赏西山睡美人 以及龙门石窟 当然也可以选择坐索道了 对了 一直往北走 还有一条绿道 这条绿道真的是超级的休闲的 嫩绿的草坪 高大的树木 阳光正好 威风兮兮 坐在石板凳上和朋友聊聊天 或者在草坪上铺块垫子野餐 那感觉真的是非常悠闲 沿着步道一直往北走 你就会来到海耿大坝了 这边的风非常的大 据说在冬季的时候 这里是红嘴欧最多的地方 但我来的时候是四月份了 已经没有红嘴欧了 但过来这边吹吹风 散散步 拍拍照 也是不错的选择 逛完海耿公园之后 你可以来到云南民族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 但在周日的时候是关闭的状态 大家要注意时间 大家都知道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居居的省份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不同民族的文化 风俗 服饰以及工艺等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各个民族的服装 我发现汉族服饰在其他的少数民族服饰面前 显得都是比较简单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汉族的基本概况 汉族人口在全中国当中是占有12亿的人口 在云南省当中就分布了3061万人 这个博物馆除了很多瓷器工艺品之外 还有关于各个民族在语言方面的介绍 不同的民族在祭祀和表意的方法上都是有所不同的 例如科目结绳祭祀 不同的绳结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还有各个民族的食物信语都不同 例如编成三角形的哨走叶 在姬诺族的说法是 在与你好的时候 与别人难舍难分 我看到的时候都有点差异了 真的是太跳跃了 总体而言 这个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好逛 并且是非常值得逛的 逛博物馆后 我便去了昆明老街 现在我来到了昆明的老街 昆明老街呢 它是一个街区 不同于一条街两条街的区别 它是一大片的一个街区 这边呢是由六街石像组成的 然后呢 这边也是特别有那种民国特色的建筑 像这边就有很多啊 像那种老字号的店铺啊 还有像这些民居啊 都很不一样 这边呢也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店 非常非常多的游客 以及本地人会过来这边逛 然后像很多游客就会跑过来这边去拍照 我已经发现了有太多太多的美女跟帅哥 就在这个转角处去拍 这边呢 这边呢有一栋啊 大家发现了没有 但是后面呢 这里也有一栋 然后两边都有很多人在拍 现在呢是下午的六点多 因为这边刚好是顺光的 所以这边特别多人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竖起来的那种街牌 就蛮多人站在下面去拍照的 除了可以在这边拍到比较好看的照片以外 昆明老街这边有非常多的美食 很多本地人会推荐过来这边买一些特产 到了下午五六点 我便坐地铁来到了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 斗南花市 这边的花真的是太便宜了 各种各样的花 最常见的是玫瑰 另外还有康买鑫 百合 马蹄莲 茉莉 满天心等等 数都数不过来 即使再怎么不喜欢鲜花 你都会忍不住买几树的哦 到了晚上十一点 我去了昆明的夜市 云南的小吃非常的多 在夜市街里 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 这个耳丝耳块必须来一份吧 烤生蚝也来一份 还有饮料也必须有 反正整个人就是特别满足了 这就是我在昆明悠闲游的一天了 不同于大学生周末特种兵旅游 也许这样的方式是最适合我的 你觉得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旅游方式呢 视频的下方可以评论留言哦 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